各位平安 这首是一首几乎是圣诞节大家最喜欢的歌 叫做普世欢腾Joy to the World 这首诗歌是大概300多年前 有一个叫Isaac Watt 这个人曾经瘫痪了差不多30多年 其实他是很爱小孩子的 他写了很多的诗歌给小孩子 他自己本来写Joy to the World里面的内容 其实他是没有想到 这是一首诗歌的里面的词 他当时是写大卫的诗 这个诗是诗篇第98篇里面 讲到普世都欢腾 因为旧温来到了 所以他写了这首诗 只是一首 从来没有想到会被 后来有一个人叫Lowell Mason 这个Mason就把他的歌 这个诗大卫的诗 里面所用现代化的表达 来把它写成这首 很受欢迎的 大概是最受欢迎的诗歌之一 叫做Joy to the World 那这位Isaac Watt 一生都没有结婚 他大概活到73岁 他在瘫痪的时候 稍微好一点 他就继续去讲台 去传讲神的话 是一个很忠心 这个神的仆人 那他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 这首诗歌 他其实是讲到 普世欢腾 救主下降 大地迎接他的君王 然后就是诸天万物歌唱 诸天万物歌唱 就是其中了 那第二段是讲到 响应歌声嘹亮 响应歌声嘹亮 第三段就是讲到 到处主则流畅 到处主则流畅 最后就是 主爱其妙莫名 主爱其妙莫名 那这首诗歌 怎么会跟九十八篇有关系呢 我们稍微看一下 这是第八十九篇 九十八篇呢 其实是讲到 我们要向原画唱新歌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一到三节 是讲到很多旧恩 每一节都有个旧恩 然后第四第五呢 就讲到欢呼了 我们看到这个欢呼 跟着下来叫 欢呼说 不管是用这个情用色 我把它简单的描述出来啊 你可以看到 这边称为 ABBA 那A就是讲到 约画的作为是旧恩 最后约画的作为呢 是审判 旧恩若是不接受旧恩的 B受到审判 那我们看到这里 B是跟B判 都是讲到 D的四集 都看见神的旧恩 然后全地都向原画欢呼 那这就是 第四节 一直到第九节 就是这个 普天 重庆 里面的 欢腾的 这个歌里面的用 我们看看这里 从第四节开始 就用情歌 送这样的一个话 用情 那我们看到 这用情跟歌声来赞美 第二呢 用号跟脚声来赞美 第三呢 海里面 跟世界上 这个地球上 都来赞美 然后再讲到 江河 所有的江河 跟山 就是说 神所创造的宇宙方 一同的 古先 重庆 欢腾 最后呢 就讲到 为什么欢腾呢 因为审判 是很可怕的 最后神来审判 天地 审判 万民 任何一个角落 神都要审判 所以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 这首诗歌 是一个很美的诗歌 但是呢 他把旧约诗篇 第九十八篇 大卫的诗 把它写成 古是欢腾 这个很有意思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边 我们着重的是 有琴 有人的声音 有脚 有号的声音 有海里的 世界上的声音 还有河伦 跟山 我们可以看到 所有被造之物 就像诗篇后面的 哈利路亚诗一样 都一起的赞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呢 我们可以听这首诗歌 我们一起可以跟着 默默的跟着唱 这个歌 所以我们很忙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要去诗歌 我们的声音 和声音 有个音乐 和声音 有个音乐 小声音 有个音乐 做音乐 都一起的 和声音 有个音乐 是音乐 在海上 祝之南方 云中 空荒 空草 荒野空荒 全是命远 祝你不是亮亮 祝你不是亮亮 祝你 祝你 歌声亮亮 对爱草 无荣在场 师父 尽敬秀华 华主 为爱 永远无荡 祝你不是亮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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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一起祷告 现在父神 我们实在在 你诞生的佳节的时候 我们特别想到 你立天而降 道成入生来到世上 诞生在马朝里面 晚上的时候 只有几个牧羊人看见 没有普天在这边欢腾 但是天使在这边歌唱 至高之处荣耀归给神 地上 把平安赐给他所稀略的人 我们现在如今 普天都在欢腾 因为有许多你的子民 知道你的诞生是何等的宝贵 我们借着这首诗歌 我们想到你的诞生 想到你的救恩 也因此我们献上我们的颂赞 我们也想到 有一天你在来的时候 是施行审判 因此 我们知道你爱所有的灵魂 也把这个大使命赐给我们 以至于我们要 把福音传给外民 让更多的人不受到审判 乃是一起的欢腾 来迎接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我们这样的祈求感谢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